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中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 33岁时被珀格提拔为教授 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你要作为你的unique 你把你的优势设计成一个 别人怎么跟你比都有一点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是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东软的创办者 他被软件世界杂志评为中国软件企业十大领军人物 一个企业的成功一定是一群人的成功 一个企业的失败一定是一个人的失败 那就是那个创始人或者是那个总裁 由他主导建设的东大软件园 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是关注民办模式的经典案例 在大连的软件园的这个产业是我们和大连政府的特别美好的工作 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有远见 这样的一种产业正好也符合了我们一个城市的规划 国家的规划 他就是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吉仁 本期节目刘吉仁与您一同分享 企业持续发展靠城吗 刘总 九十年代的时候您就上市了 那个时候您就想到了要股份制改造 然后要走向资本市场 您是用了外部的咨询公司呢 还是是你自己跟朋友聊的或看书的结果 我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我在美国待过 那个时候无论是教授做什么产业 当时的硅谷 然后风险投资 资本市场 我那个时候有一点认识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具体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那是个好东西 因为硅谷的故事事实上就是 人产资本一个正确方向的选择和技术 那我们拥有什么呢 我们拥有人产 我们没有资本 我们拥有技术 那这个资本就对我们来讲成功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个资本来寻找 当然上市就是一个能够更好的获得资本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这件事在当时那个社会 特别在我们东北那块 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搞了这个让大家来持股 让我们员工来持有这个股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从91年到上市之前 这个公司涨得很好 我有一个同学 我们博士读在一起的 我们两家 他有一个公司 我公司涨得不错 然后呢 我这边因为要上市 我们就在融资 把股票发行给别的人 他就问我一句话说 你这个公司这么好 你为什么把股份让给别人 一般来讲是不好才给别人 好的留给自己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 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了 我们做一个大学里培养的企业 我们必须要来自于社会上 各个方面的文化 各个方面的认识 事实上我们在吸收什么呢 在吸收他们对产业的认识 我们在利用他们这些力量 来改造我们 到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 对东软今天成为一个公众的公司 十分重要 因为当时大学办的产业 那个时候有几千家 上万家 但是真正走出来的很少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公司的制度的建设 和它的一个持续性发展的 公司的治理体系的建设方面 在最开始就忽略了 而我们那一步呢 应该说为后来 为今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其实一般的企业 在这个制度的建立里面 它没有选择制度 它就选择了家族式的企业 您在创业之初 怎么没让你老婆来管账 我基本的感觉 就是说 也可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不一样 一般搞企业呢 肯定说 我的企业的目的是赚钱 我说了 我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事业 所以对我来讲呢 那个时候 我真是没有把追求 利润的最大化 或者把这个公司 变成我自己家的这个公司 当作我一种幸福感 或者一种追求 这念头都没动过 从来没动过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我老婆在那管账 或者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 你这么做的话 第一个 你无非就是做一件事 说你想让最可靠的人 管你的账 事实证明 这种情况也发生很多了 也不完全可靠 我有一次跟张志敏 我俩在交流 他给我一句话 我今天还记忆很深 他说 他说这个可信赖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过去 我还在全球开网络 我想我一定得派我的人 中国人可信赖 后来运动一种发现 外国人可信赖 好像是外国人 比他们还守点规矩 他们自己搞得干那个活 有时候还琢磨点自己的事 所以这个里面 我认为就是说 这只是你的自己的 思维的一种误区 比如说 在创业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误区 你可能会认为说 你想控制所有的事情 你想控制所有的人 你只能信任那些 你认为信赖的人 你疑心忡忡 今天这个人 你觉得可信赖 明天你突然觉得 他不信赖 另外人里边信赖 你如果说给了 所有的被管理者的 这样一种印象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跟着你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为 主要还是人的这种 思维方式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业 所以可靠不可靠 靠这些职业 专业和人的这种 基本的一些道德 我们当时为了搞 这个公司治理 我们比较早的是 从证券公司找的人过来 加入到我们这个公司 包括我们现代公司的 董事会的秘书 也是我们的副总 他的背景 有金融 法律 整个公司治理的 这个方面的知识 那么他们这种加入 事实上对我们这个帮助 就很大了 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认识问题 我记得当时 那个时候 尽管我们很小 我们就在说 软件在中国是未来 一个巨大的产业 我们要做中国第一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目标的话 那你实时的手段 你要怎么来做呢 我们就是在公司的制度 包括财务体系的制度 后来人力资源的发展 到后来的领导力的发展 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在构造这样的健康成长的平台 这种制度的建设 应该说是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最最基础的建设 所以你现在看 反正是能够持续成长发展比较大的 它一定有它自己的背后的很深刻的一些道理 这些道理就是一定有一群人 像一个团队的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经常说 我说一个企业的成功 一定是一群人的成功 一个企业的失败 一定是一个人的失败 那就是那个创始人或者是那个总裁 因为他可以制造失败 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都容易把这个企业最终走向失败 制造成功的话 他一个人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靠很多人一起才能制造成功 一个人的幸运跟一个城市有关系 就是说你要选错的地方 注定你这一生就没戏了 这30年来改革开放里面 很多的创业者都摔下去了的 因为那时候是双轨制 这个批条子 走后门 甚至于贿赂 就这个事情您是什么时候想清楚的 我觉得还是回到对于自我的认识 事实上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 你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了那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意外 我认为东阮今天之所以能活到这儿 就是在我们追求的这个方面 我们总希望企业要看到未来来打造自己 一个持续性发展的企业 你不能老做那种或者生或者死的那种选择 当然一个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 你不可能十全十美 每个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你丧失了追求 或者你把在一个特殊时期 所创造了利益和利润的那样一种能力 看成是一个持续的能力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一般到了一个城市 我会送领导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未来住在哪座城》 这本书在讲一个人的幸运 跟一个城市有关系 就是说你要选错的地方 注定你这一生就没戏了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幸运之城 你在那个地方来工作来创业 你才能有机会 那这个人是个学者 他研究幸运之城 就研究了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他弄飞机在全球转了一圈 看灯光 他把那个城市 灯光最亮的地方拿出来 最终的匹配 那个地方一般都是比较幸运的 这种城市无非就是那么几个 不是全部 那我把这个书给他们之后 我就会来教 我说这本书写的是 让一个人逃离城市的书 就是你一看完这本书 发现这个城市没戏 我赶紧走 我说对市长来看这本书 是一个创造幸运的一本书 是凝聚你的人的一本书 他如何看了这本书 跟东南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你就诱发他们美好的追求 我们来达成共识 比如说我们在全中国的软件员 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 一群创业者来发展一个未来的产业 这个是每个政府 包括总理都在推动的 我们很幸运 我们20年走过来 没有哪一天要调整我们这个产业的 假收软件税了 限制人购买软件 咱没有这个 不要房地产 对吧 这个老辈几路被利用的杠杆 我们现在是从小的时候 一直都是被捧着 国家要发展的 一直跟这个美国 跟印度 我们都希望改善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央的这个政策里面 在我们各个级的政府都深入隐形 所以东软在我们水扬 包括这个地方的软件成功之后 事实上大连的经验 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关注民办 就是官来提倡这种理念和愿景 民用它的力量和实践 来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政治家们 也在追求说 未来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的产业 以软件服务这种新兴的产业 那么应该是未来的推动力 而我们这样的一种产业 正好也符合了 我们一个城市的规划 国家的规划 当然我们就会有很好的共同语言 在大连的软件员的这个产业 是我们和大连政府的 特别美好的合作 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有远见 而且我们做的时间很早 当时大家都很质疑 那个时候就几千人大连做软件 大连变成一个 几万人的软件城市 所以大连那个时候 搞造船 搞机船 搞钢铁 要做什么软件 那没有人来相信 你正好是碰到这样的一个市长 市委书记了 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 你现在在书记和市长里 会碰到受过教育 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 真是很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沃北 唐山谈慢性疾病 就中国GDP上来了 大家拿GDP的钱都干什么了呢 培养了糖尿病 心血管病 因为开始喝了 高兴 中国糖尿病的超标的指标 已经九千万了 心血管方面有毛病的人 估计是两亿左右 知道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因为他也不体检 那我说未来 我们中国的医疗体系的改革的一个根本的出路 是要阻止有病的人的数量 而不是盖更多更多的医院 当然也需要盖 那我们现在这个医院盖的都盖成开门了 说欢迎各位光临 这就不行了 对吧 我跟唐山的市委书记 还有这个市长交流说 我们要做这样的健康城市 特别为农民 为这些这个偏远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现在在村里面安了一个传感器 叫一体机 农民可以到那来每一天进行体检 然后那个终端会告诉他应该吃什么 用什么 我们构造了一个网络 这就是一个政府的目标跟企业的目标的一致的一方面 我认为这个方面现在越来越容易达成共识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中国20年事实上变化相当相当大 中国真正有一批很聪明 有追求的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政治家 相当的好 你特别容易跟他们达成共识 而在这个方面 事实上 那么也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追求 他就把你做成一件事 不是一个人和人的一件事 而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一个城市的事情 一个老百姓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故事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认为一个人简单 透明 直接 是一个人在打造你事业空间里 一个最应该遵守的基本的原则 现在机会给大家 请大家提问 来 您请 咱们今天的主题 哪集个人软实力成就人生意的道理 哪些是软实力 哪集个软实力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谢谢 好 第一点我认为 软实力的里面最软的东西 就是对自己的评估和对自己的认识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充分的话 你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发展 或者说你不知道你应该改进什么地方 这一点呢 事实上是比较难的 因为容易 更多的埋怨外部 埋怨社会的环境 而对自己的认识呢 并不那么准确 比如说你如果做一个创业者 你要自己培养你的魅力 你个人的魅力来自于你的知识 来自于你容易取得别人的信赖 来自别人看你的时候 能看得那么透明 那么真实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人 容易被别人看不明白 这个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你培养你个人的软实力的时候 我认为要从你个人的性格的修行 品德的修行 然后再变成你的知识的打造 比如说你给别人的感觉 老觉得你要占便宜 那你以后永远占不到便宜 如果感觉说 这个人特别愿意奉献 很容易吃亏 这个时候你还有占便宜的机会比较多 我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说同志们咱去吃饭 你一号召之后 一吃饭呢 别人一掏钱你也不说话 每次去你也不说话 以后人就不带你 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呢 就是单向的 如果说你每次吃饭说 这个钱我付了我付 肯定有一天大家忍不住了说 不行一定我们付 没准他们付的还比你付的多 这是个细节 就是当你个人不能够站在一个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思考问题 仅仅考虑你自己的人 首先你做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是绝对不够资格的 而你要是跳跃这个方面 成为一个能够思考别人 理解别人 并能够容别人的优点和缺点 同时都能容的人 那就是你自己的一种修炼 所以你个人的修炼 我认为就是你个人的素质 个人的做人做事 在道德方面 各个方面的基本的能力 是你构造你其他的那些软实力的基础 比如说这个让人看得透 我觉得是不是要分某些领域 你比如说要做公务员 你让人看透好不好啊 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公务员 我要看不透你 我要琢磨琢磨 哪天你是不是想琢磨我的位置啊 还是你想干点什么事 那我肯定也会让你看不透 如果两个人都把这个金身头 放在看不透上了 工作上肯定没长进 哪一天来了一个想看透的人 那咱俩都完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 他总有一个东西是维持他最基本 我特别喜欢的人 比如说这个人脾气很爆 说话很直 别人都不爱听 但是我看他很透 我知道他心理里是什么 我知道他所有这个东西是他的什么什么 这个人你可以用 事实上当你年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团感器已经很敏感了 很多人在伪装的时候是已经暴露了十份透彻 还在不断装的时候 这就很悲惨 这个人你就会有限度在用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简单 透明 直接 是一个人在打造你事业空间里 一个最应该遵守的基本的原则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一定会有人喜欢你 当然软实力跟技能 这两种要平衡发展 一个人仅仅就有软实力 没有真正的技能和能力 你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人只有这种技术的能力 没有这种软的方面 你不能把技术变成价值 所以你一定要设计你自己的 综合的这个方面的考虑 来最终达到 能够每一年都在变化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